近日 香港大学证实有一名新冠肺炎康复患者 自欧洲返回香港后二次感染新冠病毒 这也是全球首个新冠病毒二次感染病例 8月25日 中心社记者就此病例采访了专家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介绍 二次感染与此前的核酸检测复养病例相比 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传染性 复养的话呢 它查出来的呢 基本上是核酸片段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它应该没有活病毒了 就是说你在这个从生物样本采样以后 你这个进行病毒培养啊 它应该没有活病毒了 而且病人的话呢 它没有这个症状 也没有传染性 那么重复感染的话呢 它这个就不一样了 重复感染呢 它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呢 它有活病毒 它感染的是活病毒 而它重复感染的这个人呢 还有可能呢 在感染传染给其他人 那么重复感染的这个人的话呢 它有可能会出现症状 吴尊友认为 二次感染主要原因是新冠病毒抗体的衰减 我们人感染这个病毒以后产生了保护效果呀 它不是所有的这个传染病啊 它产生的保护效果都是这个终身的 新冠这种情况的话呢 实际上呢 这个我们早就注意到 这个这种现象就提出了这种可能 提出了这种可能 就是冠状病毒一类啊 从冠状病毒的一类来说 就是人感染以后产生的抗体 它的持续时间能够达到保护效果呢 那个也就六个月到十二个月 吴尊友强调 这一病例提示 感染过新冠肺炎病毒康复后 不代表获得了终身免疫 应针对这个问题进行相应的研究 中国细胞生物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李斌认为 新冠肺炎康复患者体内记忆性免疫细胞 有可能能够帮助机体更好的对抗病毒 此外 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团队证实 此例患者第一次及第二次感染的病毒株基因排序 有24个不同之处 对此 李斌指出 这一现象对正在进行的新冠疫苗研究也有所启发 李斌不管怎么突变 它总要进入细胞的才能去作用 才能感染细胞 内向感染它叫做结合ACE2 内向结合ACE2 现在大部分的疫苗都是为了阻止它 后来是中和性抗体 它都是阻止跟ACE2的结合 所以我觉得最乐观的情况就是说 现在的疫苗可能还会有用 如果它突变非常多 导致了现有的疫苗不能用 那我们明年可能还得选去新的旅行株 就是疫苗要考虑这个病性搭带的可能性 这个我想也不是太大的问题 最后 对于病毒变异 是否会带来第二波大规模疫情 吴尊友表示 关系不大 它那个几十个氨基酸的那个变异 对整个病毒的结构成分 没有什么影响 那种变异 很小的变异不会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